本地月有15%的年长者因为疾病或自然老化而面对吞咽的问题 尤其是出外用餐的时候 要找到容易下咽的食物困难重重 亚里山大医院和17名小贩合作推出了改良版的美食 希望为这些年长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来看记者李雨婷的报道 90岁的癌症患者黄仙龙三年前开始出现吞咽问题 太太陈玉钻会特备食物希望改善她的食欲 但偶尔会碰到瓶颈 所以想外出打包适合的小贩美食给她吃 在绝对好吃计划下 来自亚历山大村小贩中心和ABC专厂熟食中心的17名小贩 成为亚历山大医院治疗师培训的第一批小贩 课程一般分一到两堂课 在飞尖风时段进行 治疗师会到档口教小贩准备三类食物 小块碎石和泥状食物 用刀还是用剪刀切切切 然后用叉子衡量一下就能够达到了 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会首先选 所以只是那些比较软性的时候我们才允许 参与的鱼片汤摊主认为 食物准备方式很简单 不会为他们增加负担 把食物煮了 然后分开那个汤跟那个材料 然后再拿去搅一下就好了 我们说尽量能够帮助更多的老人家 能够吃到不同的美食 亚历山大医院希望未来几年 在更多小贩中心和咖啡店推行这项计划 促进社会包容性 感谢观看